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轻型患者 家庭医生可进行线上电话指导 或者透过网络医疗去了解患者情况 张文宏提到 区籍医院主要负责区域内病患者救治 识别 就值潜在微重症患者 市籍医院负责微级重症患者救治 做好充足的重症医疗资源储备 指导区籍医院微级重症患者救治 区籍医院与市籍医院保持双向转诊通道畅通 张文宏举例台湾 香港经验 他说 台湾 香港数据呈现 死亡人群集中分布在80至90岁区间 社区基层医生对于这个群体病人必须进行严密监控 关于何时才能走出这轮疫情 张文宏说 以新加坡来说 今年1月1日开始病例数 死亡数上升 病死率为0.06% 远低于流感 但其感染人数直到4月15日才达低谷 期间长达4个月左右 此轮疫情我们要做好两至4个月的准备 人民日报健康端报道 张文宏17日在2022年中美临床微生物学与感染病学高端论坛上说 现阶段感染高峰期马上要来了 对于老年人要有非常好的保护 如果老人没有接种疫苗 应该降低他们的活动度 外出则一定要戴口罩 张文宏强调 我们即将走出这次疫情已成定局 这个趋势不会再逆转 如果按照张文宏的这个讲法 理论上就应该是这一步的高峰过后 才可以有条件原来放宽 所以防疫措施 但另一个关键点就是1月份 世卫同时也会开会讨论把新冠降级 如果新卫降级新冠的同时 中国方面的新冠高峰期还没完的话 将防疫措施又会否再进一步放宽的 还有一个点就是中港两地可以如外界传的消息所讲 1月9日就可以有限度免隔离互通嘛 而澳门就已经先一步和香港及海外做了一个比大陆更宽松的出入境措施 估计最主要原因就是经济方面已经有一个很大的压力 现在零加五这个方案其实也可以看成是一个短暂的测试 荆棘我们就先看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记得顺手订阅我们频道 我们下集再见拜拜